或許官方發現 拔掉無敵之後的經驗實在太弱 因此體驗服又加強了 7月11月10日 !?! 嘿各位新 uni village 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的是青雅 今天看起來是一個 拿著毛筆的小學生 其實呢他可強大不比 在外服呢甚至給出 高於T0的強度 超強的那一種 也是唯一位 如此高強度的英雄 這台服呢目前還是很OP 很狂 這體驗服呢已經拔掉了無敵了 把二技能 位移過程中的不可選中無敵呢 改成8體加50%傷害減滿 可能呢官方發現拔掉無敵之後 瞬間突然脆皮很多 太容易死 因此呢 有做回一些補償 首先呢 包括我們的強化一技能 挑起來擊飛的那個斬 不會被斷喔 再來呢他被動的回血也有 稍微的提升 現在只要每60點無敵攻擊 就會額外增加1%的回血量 不過呢我覺得無敵變成 50%傷害減滿呢 還是會讓他脆皮很多 你看我們上來出裝呢 喔 說不定未來呢 青煙就會變成打野限定 打野的話呢 至少還會有斧頭跟全能武器 會比較硬一點 有斧頭跟全能呢 至少敵方的拉茲 一整套完整的招呢 秒不掉我們 我們先來呢看看青煙到底有多OP 如果呢你剛好看完整的看完片頭 你就會發現他其實很狂 像祖卡跟納克羅斯 他們那麼多位移 祖卡甚至還有瞬移 而我們竟然還追得上 那麼高機動性的英雄還逃不過我們 我們光靠二技能的刷新 跟大招的位移 竟然追得上 如此高機動性的英雄 不只追上 還把他們殺掉 不只殺掉 殺完他們之後 我們還是滿血的 這很誇張吧 首先呢我們的傷害高到 可以追上 那麼高機動性的英雄 還可以把他們殺掉之後呢 幾乎是滿血的狀況 主要失敗呢 過程中我們幾乎不會扣血 有無敵的關係 敵方很難反打 再來呢我們還會回血 而且還不單只追得上 高機動性的英雄 像大象呢 基本上是全坦出裝 有很高的跑速 有護盾 很厚很硬吧 你玩其他打野呢 比如你玩奈克羅斯 你要殺大象呢 幾乎是難中之難 很難對他造成太多的傷害 而竟然呢 多虧我們大招搭配天叢雲 超高額的物理穿透 幾乎正上的等級 竟然連坦克也切得動 有高機動性 坦克也切得動 更不用說脆皮直接秒殺 還有回血 等等的 許多強大的特性 因此呢官方決定 把我們的無敵拔掉 無敵改成8體加50%傷害減免 這邊呢問一下大家的看法 你覺得呢 慶恩這個改動會怎麼樣 拔掉無敵 可是呢一技能不會斷 一技能強化攻擊擊飛不會斷 而且呢最近的是 我們的被動回血呢 又額外的增加 物理攻擊越高呢 會回血多血 已經習慣的玩家呢 可能覺得這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我覺得呢 大野的經驗應該還是可以玩的 畢竟呢大野有等級跟經濟的優勢 我們可以更快到達12等 我們會主動出擊 無敵陣的被拔掉之後呢 不至於直接被反打 被回火反殺 應該吧 而凱撒路的話呢 就會變得更加弱勢了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呢 慶恩 其實是經過改強之後 才突然像雨侯春筍一樣冒出來 在他數據提升之前呢 其實是挺弱勢的 完全不會有人ban 也不會有人選 你嫌出來呢 還有很高的機會 被認為你是來雷的 而在一兩個月前呢 慶恩也只是 偶爾會在高端集合的職業賽看到 排位呢基本上不會有人選 也不會有人ban 而突然間的呢 大流行起來之後 現在基本上慶恩是比ban的 每場都被ban 比安格列跟葉叉更長ban 如果大家不知道呢 目前最長ban的英雄就是 葉叉 安格列 慶恩 還有莫拉 幾乎都是凱撒路的英雄 不過呢這版本其實是 射手凱瑞的版本喔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會ban 凱撒路英雄 有可能呢 是那些英雄會對射手造成危險 射手的話呢其實 以英雄選擇來說 會豐富多元很多 幾乎呢 除了一兩隻比較奇怪的射手 大部分都能出來 射手現在呢只要你 懂得發育 懂得輸出 甚至呢如果你有輔助雙牌 或者呢你單牌到一個隊友會保牌的 連特安娜絲都能出來 以青煙來說呢 我覺得改版之後打野應該還是可以玩的 只是凱撒路青煙呢可能 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舉個例子來說呢剩在後期的蘇 大概五個普攻就可以把門收掉 如果是卡芬妮的雷射炮的話呢 可能是三四炮的事情 當然蘇也不只會用普攻 他還有二技能跟大招 而他也不只會一個人攻擊我們 他也有其他隊友吧 他的法師啊 凱撒路還是輔助也會幫忙打我們 所以以青煙的 呃 生存的力來說呢 都是多虧我們無敵所吃 如果沒有無敵之後呢 其實我們並不會很硬喔 太容易死的關係 而且呢我們也不會有坦撞 不會有太多的物防跟生命值喔 這也代表呢 如果以後無敵罷掉之後 我們比較沒有辦法呢 像片頭影片一樣 衝進人群中 像祖卡跟納克喔 會直接所有技能關下來 我們會直接被秒掉喔 現在的差別是呢 祖卡的技能或者納克 他們會有一些心理壓力 比如呢祖卡會不太敢直接開大 拉茲也不太敢直接大招推 怕被我們的無敵擋掉 而且呢我們的無敵 可以很多段的刷新 基本上呢 不用太過精準的操控 只要一直的刷呢 很高的機會 會躲掉一些高傷害的招 而無敵變成霸體之後呢 也代表 敵方知道呢 只要所有技能往我們身上關 就會直接把我秒了 像剛剛的樣子呢 我們衝進蘇跟祖卡的中間 祖卡用了大招跟強化攻擊 而蘇用了他的子彈 跟他的技能 那些傷害呢都是很高的喔 祖卡呢跟蘇都會出全攻擊裝 如果呢在 無敵被拔掉之後 相信呢剛剛那邊 我們會直接爆開 直接被秒掉 而且無敵的關係呢 我們才可以繼續的滑 好玩之後呢 還能夠把血量吸回來 這點呢我覺得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呢未來改版之後 還沒發生呢 我們也不知道會怎麼樣喔 我個人估計呢 預測 有可能呢 卡薩勒的親眼會變得更加難為 出戰呢 勢必要取捨 可能要買個白盾 或先贏什麼的 全攻裝呢 應該都是直接被秒殺 可能裝備還沒成型 而打野的話呢 應該還會是一個 還不錯的主流玩法 畢竟呢我們的機制還在喔 很高的機動性可以貼人 而傷害也沒被削 回血量呢官方也有提升 提升的回血量那代表呢 只要有斧頭跟全能武器的生命值 我們也不會變得太脆皮 而打野的話呢 也可以幫助親眼 更快的到達全身器 也就是12等 所以說呢 可人 凱撒路會變得需要出斑坦裝 而打野的話呢 應該還是依然會強勢 這個平衡呢 老實說我覺得還不錯 怎麼說呢 如果是討厭親眼的玩家呢 像如果你是對面的樹和祖卡 一定很討厭我們這個親眼吧 一對無敵 打人還這麼痛 把無敵拔掉之後呢 你是對面的玩家 就變得比較可以反打 親眼的敵對玩家比較能夠反打 而需要玩親眼的玩家呢 也不會像剩渣一樣 常常被ban 選不出來 有更高的機會可以選出來 那何樂不為 這無敵呢我認為是拔得不錯的 不過霧己的無敵呢 我是不太理解了 我實測之後呢我覺得霧己 霧己剩渣的話呢 順風的話還不錯 逆風的話呢是真的難玩 基本上呢很難打造進場 會直接被秒 根據霧己的經驗呢 霧己無敵已經被拔掉了 那親眼未來呢 應該也是同樣的待遇 大家知道我們無敵被拔掉之後呢 心理上會更加的激活我們 所以呢親眼的玩家要小心了 以上呢是我們帶來親眼的實戰解說 削落後又改強了 那我覺得我是尚恩 感謝你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